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一樣是要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那今天終於進入到6月了 也有很多新的活動 我現在收個信喔 有新的當季商品 喔 耳光寄信來 因為當著面跟你說感覺很害羞 所以我想寫在心意卡裡寄給你 那個是錢你把衣服前後穿反了啦 我也會不小心那樣做 耳光 這個應該可以直接說吧 999-11 昨天我去朋友島上買的畫 我買了一個眉毛歪掉的蒙娜麗莎 好的 那今天要幹什麼呢 今天我想要去巴獵島玩一下那個 6月的新的活動 就是幫那兩隻草泥馬拍婚紗照 好 再來呢我想要提供一個小小的秘技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那之前我想要先找一下耳光在哪 因為我上一次的影片有說到我島上 剩三個人沒有拿到照片嘛 那就是耳光 阿彪 還有小潤 後來阿彪跟小潤的照片我都拿到了 剩下耳光的 先找一下送禮物給他 這裡有一隻很大的魚 這該不是新的魚吧 什麼骨蛇魚之類的 金黃色的魚 黃金蛤虎 這只是路過而已 我剛才花了十分鐘在找耳光 然後整個島都繞了好幾圈了 還是找不到 那我想大家應該也很常有這種狀況發生 就是想找的動物 然後你一直找不到牠在哪裡 像這種時候就可以用一個方法 那就是 召集居民 我們把副帳給叫出來 在副帳出來之後呢 然後島上的位置就會大洗牌 就是有的動物可能會進房裡 有的動物又會出來亂走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再回去找看看耳光有沒有在牠房子裡 好了 有了 耳光現在就回到牠房子裡了 你剛才是跑去哪裡了 趕快 我要你的照片 給你一個宛龍的胸部 太好了 耶 開心 這樣子我就收集齊了 我終於入手耳光的照片了 馬上把它給裝飾上去 耶 這樣子就完成啦 太開心了 好的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請付帳號回去了 接下來去巴獵島之前呢 有個小小的秘技想要教大家 可是這算是Bug啦 因為是Bug呢 所以 使用之後會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後果 這個 我也說不準 所以大家看了之後 請自行評估要不要學著做看看 如果到時候出了什麼事情不要怪我 上一次影片呢 我有說我在這邊做了一個悠悠的家 那我現在是自己做了一道牆 把它給圍起來了 就是你要進去的話 一般就只能用樓梯 但是我現在學會了一個秘技喔 這樣子 咦 我就跳進來了 然後呢 咦 我又跳出來了 有沒有 跟方糖精一樣 就是非常的靈活 這邊呢就變成一個可以這樣子遊戲的空間 但這個呢算是一個Bug啦 會不會發生說 比如說跳到一半 結果人卡在牆裡 這個我也不能保證喔 但我就是覺得很好玩 那大家在家裡玩的時候呢 如果發生什麼不好的後果 請不要怪在我頭上 我就直接分享這個情報而已 那我來教一下大家怎麼做這個東西喔 首先呢我們要先做一個 兩格寬的山壁 像這樣子 它這邊是兩格寬嘛 我跳到這邊來講好了 就是這樣子 兩格寬的山壁 然後在這邊跟這邊 就是一個斜對角 然後各挖一個小瀑布 然後在瀑布的下面呢 這邊就算是一個傳送點 那我們在傳送點的兩邊 再挖一個小池子 就一格的小池子 挖好之後呢 我們只要這樣斜方向往對面的瀑布 就可以穿越來穿越去喔 那這邊呢也是用了一樣的原理喔 那不只是這個方向啦 就是你想要從這邊做的話 因為我這邊空間不夠 我就沒有做 你橫的或是直的都可以 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去挖那個坑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子跳過來 那這款遊戲呢 發行後也有一段時間了嘛 那就是有很多實況主呢 他們都會做一些 比較正規性的 攻略 遊戲攻略 那我覺得他們做的東西都是很詳細了 所以我就不會想要再跟他們做一樣的東西 那我都會去分享一些 就是可能比較偏門 比較斜門歪道的一些小Bug啊 小技巧 那大部分呢都是我從日本或者是推特上面 就國外的那些討論的網站上面看來 然後再來分享給大家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看比較正規的 遊戲攻略的話 可能會在我這邊就比較看不到啦 我這邊主要就是跟動物互動 然後還有分享一些小Bug 小秘技 好了 那這個東西講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出發前往巴獵島啦 等一下 我聽到有蚊子的聲音耶 這裡有蚊子是不是 這裡 哇 還真的有蚊子耶 這隻 酒恨夏夜有蚊啊 一變夏天就有蚊子 喔 主角就在後面了 這兩隻草泥馬 我在之前玩手遊版的時候就已經認識他們兩位了 我記得在手遊版的時候 他們兩個是負責做家具的 就是手遊版的家具不是主角自己 就是玩家自己DIY 你必須收集材料 然後把材料交給他們 然後可能他就會說 這個家具要花幾個小時才能做好 手遊版是這樣的 他們就是專門做家具的NPC 利用 建造 嗯 蛤 搭場景 所以要我幫忙布景是嗎 好 但沒問題 我明明都可以 搭檔 對 很漂亮喔 不要自己吐槽自己 好的 那就來問一下利勇吧 哇 還有愛心耶 親愛的 所以你們現在知道 一般要結婚的民眾 去找攝影師拍婚紗的時候 那些單身攝影師的心情有多難過了吧 每年 直接犯閃 製作婚禮家具 這次是主色調的可愛場景 又是阿姊 白色和粉紅色為主色調的可愛場景 OK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到巴獵島來幫我的動物們拍照片 所以這邊對我來講算是駕親就熟 好 那我現在先來佈置一下 這邊我可能就直接跳過了 我想一下 這種可愛沙發 我覺得這種可愛系列的應該都很適合 我應該換個試點來佈置 先把跟粉紅色白色有關的東西都挑出來了 這個還可以直接讓他們洞房 超棒的 直接讓他們躺在床上不知道醒不醒 可以耶 好 你們就躺在床上吧 親友們可以在旁邊坐著看 可以叫居民出來嗎 可以耶 不行 可惜 就只能拍他們兩個 不然就有觀眾可以看 好啦 那我佈置好了 這個地方就是 一個新婚夫婦然後睡在一起的一個畫面 這就是我這次要拍照的主題 有婚紗教室在拍人家睡覺的嗎 好了 我拍好了 可是因為他在睡覺 我是至少應該把他移下來 才有辦法跟他們說話 拍完喔 對 完美搞定 原來剛才這樣子拍不算了 好啦 那就麻煩你們 那就麻煩你們再躺回床上啦 好囉 來吧 來看一下照片吧 OK 真的嗎 分禮長椅 就是現場這個椅子吧 真棒真棒 愛的結晶 好 好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玩這個拍照 所以這個任務對我來講非常的有趣喔 好 兌換 因為我有看一些頻道上面有寫說總共有29個吧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第一天的關係任務 還沒達成到一個程度 所以我現在只能換這些 那我先把結晶留下來好了 喔 不是吧 然後我準備的床他們就直接使用了 那另外呢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特別商品 這個 這個就是現在到6月30號為止 就可以買這三樣東西 手作的斗篷跟手作的玩罐 這個超棒的啊 這拿來給耳光還是阿一帶感覺都超適合的啊 所以大家也要再記得 就是在它實現過之前先把它買下來唷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把整個階的時候 一個追踪的 多久 大家也能給你們看 我們不把建築 才意思就是 最近大衣服的方式 我在功夫中 做得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